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8月23号星期五 在8月19号 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越共总书记苏林之后 习总又迎来了一波报复性的露面 恢复了他平靶官媒的气势 在8月20号这天 他又接见了到访的斐济总理 同一天还接见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 持续占据着报纸头版的显摇位置 在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 北戴河会议会期今年超长 以及全体常委集体消失的时间也超长的时候 就谈到如果在这段时间 真的中共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会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 在宣传腔调上在人事上持续有所体现 那么现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了一周 确实官媒上的异常信号仍然在发生 就和习总的报复性露面相同步 那这是几个意思呢? 中共到底意欲何为呢? 那结合近期的一些线索 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会和大家分享探讨一下 咱们先说一下刚刚发生的异常信号 或者说和之前的宣传腔调比出现的明显分歧 首先是在8月21号这天 蔡奇主持召开了中央层面整治刑事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在新华社所发的这个会议文稿当中 蔡奇讲话连一个席字都没有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信号 这是蔡奇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首次主持工作会议 8月20号、21号那天她也有露面 但是是陪同习近平露面的 这一次算是北戴河之后蔡奇的真正首秀 蔡奇由于她担任的重要职务很多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这一点 她的实际身份都几乎相当于副统帅了 除了她没有当军委副主席以外 所以正常情况下 别人可以不提习近平 她却不能 按照中共的逻辑 老二从来是最危险的 既对老大很危险 对他自己也很危险 因为她离最高权力的距离最近嘛 所以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猜疑都汇集在她身上 别人可以不拍老大的马屁 那二把手是一有机会就得拍呀 在当前物意四起的情况下 蔡奇所主持的会议 却一改送习的做法 那这既不符合蔡奇作为习总书记 头号小谜弟的人设 也不符合她这个角色的要求 同样的异常情况 还发生在习近平的另外一个亲信 王小红身上 在三中全会以后的两次重要场合 王小红都没有提习和新和习思想 一次是在公安部党委传达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上 他没有提 另外一次是他在去贵州视察 谈公安系统要深化改革的场合 那么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还可以说是巧合 发生在习近平的两件贴心小棉袄身上 就很难说是巧合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李强的表态 8月16号这天李强主持了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 这也是他在北戴河神隐之后的首秀 人民日报的报道只在第二段 李强有一处提到了习近平 说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 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8月19号李强去俄罗斯之前 又召开了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 在报道当中也一个席子都没有提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几位结束北戴河休假以后 中共高层的首秀 8月20号这天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在香港举行 王沪宁发来了贺电 同一天赵乐际也参加了一个公开活动 是庆祝中国人大加入全球议会联盟 40周年的纪念活动 那这两位在他们的讲话当中 只有一处简要的提到了习近平 算是比较低规格的维持了 这个送习的频率 所以从近期其他当权人物的表现来看 就有点意思有点古怪了 反而是和习近平越亲近的人 你看他们调门越低 他们反而是不怎么提到习近平 而和习近平距离稍微远一点的 是高层权力圈子里面稍微靠边一点的人 他们还维持着一定的送习频率 所以我们在结合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 那篇万字长文 改革加习近平被撤稿这个事情 把这些线索集中到一起来看 我目前得出的初步印象 向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中共在宣传上要淡化宣传习近平人类指南针这个形象 为什么呢 很可能是出于要减少对于经济的惊吓 是这个目的 而这个做法也很可能是得到了习近平自己认可的 因此就反而是王小红蔡奇这样习近平最贴心的人 他更放得开一些 他可以更加低调一些 他们不提习核心 反而不至于引起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嫌隙 而像李强王沪宁和赵乐际这样的人 与核心稍微有点距离 而他们就没有那么放得开 反而还是要大体上维持一定程度的送席频率 因此就表现出了宣传口径上的一些分歧 为了不让资本跑路 不让经济立刻熄火 那么习近平就不适合隔三差五的出来 为万事万物指明方向 他只要一露脸 只能起到吓人的效果 别人只能跑得越来越快 为了不让经济躺平 就只好请习总先委屈一下 先躺平休息一会儿 话虽这么说 但是关于习近平又是生病了 又是发生政变了 这种传闻甚嚣沉上 它还是有很合理的一面 就是因为刚才讲的这种宣传降调 它是突然发生的 凡是一突然它就不正常 那肯定是有一些异常情况 要知道那个改革家习近平万字长文 是在新华社上已经发表 又被撤稿的 那按理说它在三中全会期间发表 它肯定是酝酿好的 是按部就班的 是过了几审的 而我们刚才说的减少对习近平个人崇拜 减少对于资本的惊吓 这个话题听起来 应该是一个可以从容讨论的话题 但实际上却不是 它是在相当接近三中全会 甚至是三中全会期间才做出的决定 才会导致改革家习近平长文 被突然撤稿这种情况的发生 也就是说是在临近那段时间之内 确实是有异常 而宣传的降调 这个决定是火速做出的 那也就的确不排除这种可能 就是真的习近平健康欠佳 所以才有人可以趁机提出这样的建议 说总书记为国操劳 消一干十都急劳成急了呀 所以您要多多保重 这个民族复兴大业任重道远 生化改革您还得长期掌舵 所以眼下您得有张有持 一些工作就可以分配给别的同志去做 试一试看 就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认为比较大的概率 习近平是被劝退的 就类似于清零末期 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播特点 导致各地都已经守不住了 又发生了白纸革命 所以主张与病毒共存派 才可以趁机提出建议退出清零 所以关于习近平健康出问题 谣传归谣传 它仍然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假设 是一个合理的脑补方向 至于说政变传闻呢 我从来不说不可能 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显示习近平仍然在控制着局面 他的说服力在下降 今年5月份习近平反欧 和马克龙和冯德莱恩 圆桌会谈的时候 现场居然出现了一把轮椅 而且习近平面前还摆着 一个黑色的茶杯 别人都是透明的玻璃杯 里面放着纯净水 习近平面前的黑色杯子 就不让人看到里面是什么 那轮椅和黑茶杯 这两样异常的东西 出现在同一张照片当中 它就构成了重大疑点 就让人怀疑习近平健康 是有些问题 在照片当中 其他几个人除了习之外 那更加是身轻如燕 剑步如飞 就更用不上轮椅了 所以关于习近平的健康 近两年来 一直都是构成重大疑点的 那么反欧归来以后 你看习近平担子还很重 还要筹备三中全会 还有李尚福 魏凤和 这些人怎么样处理的棘手问题 所以劳累和压力 是有可能让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进一步恶化的 只是还没有到 一病不起 不能理事那种程度 总之 最后的结果就是体现为 习近平突然接受了 让自己凉一会儿的建议 好让经济喘口气 因为它来得很快 导致这个庞大的体制 没有办法丝滑切换 于是就出现了分歧和个影 和习近平关系走得最近的 最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人 反而是放得开一些 可以不提习近平 而别人则还要维持对习近平的口头上的效忠 那关于宣传口径有转向的最新表现呢 就是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高度称颂邓小平 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氛围当中 只能定于一尊 什么卓越领导人这种帽子 只能够给习近平戴上 那么习近平现在做这样的表态变得很谦虚了 又把邓小平抬出来了 那是不是在治大国如烙大饼的习总心中 这个烙饼又到了该翻一翻的时候呢 原来的路走不通 是不是现在又要走回到邓小平的道路呢 习近平高度称颂他 是不是又在为向右转做铺垫做预热呢 于是接下来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走回邓的道路 也就意味着要恢复邓的遗产 邓小平作为一个有高度现实感的政治人物 他是明白一点的 不会因为他说开放了 外资就会进来 也不会因为在海边画了一个圈的 是他邓小平资本家就会认账 也不会因为出了一些特区 特事特办的红头文件 在人民日报上一登 这些资本家就会登陆了 你要想取信于人 必须在根本的政策取向上 做出一些行动才行 所以邓小平掌权以后做了两件最关键的事情 第一是中美建交 第二就是关于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五十年不变 1979年1月1号 中美建交 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中共联美抗苏这个大方向定了 为了强化这个印象 邓小平还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1979年2月在中越边境发动了一场短暂的战争 对外声称自卫反击战 不仅和苏联割习 还表示和苏联的兄弟们 和苏联集团都整体割习了 在香港这边呢 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是在1982年 邓小平见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提出的 中英联合声明是1984年签的 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 五十年都不变 那五十年以后就更不用变了 邓小平的本意呢 是香港才是标杆 而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平和治理方式呢 要向香港靠拢 那么五十年以后就可以实现中港的无缝对接了 中英联合声明签了以后呢 邓小平也不是就啥话不说啥事不做了 他真的还有一系列动作 比如在1986年 他就多次参加会议 前后二十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行动呢也有一定的推进 只不过那个时候邓小平脑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还没有走到三权分立这么远 他主要想的是党政分开 行政职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 甚至呢要有一定的服务性质 接下来就是党企要分开 企业要有经营的自主性 最终呢要在产权上 政府和企业相分割 要增加经济当中的私人经济的比例 在城市里的第一步 就是先把那些经营不善的 集体所有之企业承包给个人去经营 邓小平呢当时在慢慢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呢他还缺少民主的思想 他有一定的法治头脑 他知道权力是需要分散和制衡的 对此他有一定的认识 这是和他自己在文革当中的经历有关的 但是呢1989年 他还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 选择向学生和市民开枪 那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戛然而止了 但是在1980年前半段的时候 当他说出50年不变的时候 确实他的意思是说香港不用变 最起码不用大变 是中国大陆向香港靠拢 所以必须得有联美抗苏 和以香港为蓝本这两个前提 才会有接下来美国放松出口管制 放松技术管制 以及其他国家跟进美国 外商纷纷登陆中国投资 他才会有开放的时效 邓小平是知道自己不是地球的中心 你必须拿出一系列实际行动 去说服别人放松戒备 别人才会来的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 邓小平算是中共领导人当中 相对有现代头脑的一个人 而习近平呢 则更加像是一个古代帝王 朕就是天子 朕今天下诏 开放了 尔等帆帮可以来潮了 别人就会来了 他以为他说什么就会发生什么 所以真的要走回邓的路呢 最起码得先恢复邓小平的这两项遗产 就是中美关系退回到2018年以前 不说联美抗苏吧 你最起码在美俄之间得保持中立 你不能去原俄 另外呢 就是得把香港退回到2019年以前 否则就不会有所谓开放的基础 那么习近平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暂时被劝退了 暂时给宣传降点温歇一会儿 但习近平的权力会不会因此 就会一步步真的有所被削弱呢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 它是一个高度有变动性的问题 我们只能说 从中共的历史来判断未来的趋势 中共过去的历史呢 是在领袖没有失去权力的情况下 如果它被劝退了啊 往往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发动更加猛烈的反扑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先左 然后领导人自己出来揪左 然后是越揪越左 这样一种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在揪左的过程中啊 它就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就是错误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你能把锅甩出去吧 当然好 但是呢 有很多事情 它和领袖的关系切割不干净 那就有一个领袖一旦认错 他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 他一下去就上不来的问题 那么对于敢于向他发动挑战的人 领袖就会猛烈的回击 当年毛泽东如此 现在习近平承担的责任 比毛泽东更加直接 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跳出来说 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呢 最先的动机是纠正大跃进过程中的 所谓左倾错误 结果就闹出了彭德怀上万言书 这么一个事儿 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复合 所以话锋一转 庐山会议以后变成反右了 从1972年起呢 毛泽东也亲手做过一些 所谓甄别平反的工作 主要是解决林彪出逃以后 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所以他亲自批示 又启用了苏政华 杨成武 廖汉生这些人 他的这个甄别平反呢 是优先发生在军队系统 因为军队系统里面 把林彪派系清洗以后 尤其缺人嘛 然后呢 是批准邓小平1975年复出 这个甄别平反就发展到了工业领域 但是在1976年 马上又迎来了文革派的反扑 批邓反击右侵犯滥风 这轮反扑呢 他也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 所以又是越就越左了 这个左右压倒了右 如果没有毛泽东在那一年的及时死去 那么最后死在监狱里的 很可能就不是王洪文了 而是邓小平自己了 那习近平会不会走上越就越左的道路呢 我们前面只是从历史经验来推测 它不是什么实际的根据 我们现实当中呢 还是得看一些实际信号的 第一步你就得看外交方向有没有改变 因为外交它是相对来讲做出调整 比较不那么复杂的 如果在这个比较容易调整的领域 改变都没有发生 那也就说明领袖并没有真正的反思 也没有打算真的改弦更张 那当它遇到实质的挑战之后 越距越左就非常有可能发生了 那说到外交嘛 就说到俄乌战场了 在乌克兰公布库尔斯克之后 中共的反应是啥呢 是接连派出高层官员访俄 李强是8月20号到8月22号去了莫斯科 见了俄罗斯总理也和总统普京见了面 紧接着8月22号 中共陆军司令李乔明也到了莫斯科 俄方的报道是 双方讨论了军事合作议题 但没有具体说什么 但是你一谈军事合作嘛 那就很引人遐想了 还有在李强去之前 8月19号 中俄双方就有财长级别的会谈 还有副总理何立峰提前抵达的会谈 所以在结束北戴河会议 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我们多数人是把注意力 放在了习近平露面的频率上 其实另外一个重要信号 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中俄之间的互动 也出现了一轮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看起来 习近平似乎在结束北戴河会议之后 暂时是把自己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了外交领域 他是把俄乌局势 当成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 那我这里推测 中俄的密集互动 很有可能是和普京要发动的 收复库尔斯克失地的战役相联系的 普京所下的命令 是要在10月份之前 夺回库尔斯克失地 但是普京目前很尴尬之处 也是在于缺少可调之兵 在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俄军 是俄罗斯的边防警卫 加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所招募的军事人员 和少量的俄罗斯国防军混杂在一起 效率很低 指挥也很混乱 那现在调过去增援的兵力 是来自于加里宁格勒那一带的 什么海岸警卫队 还有后勤人员等等 其实也缺少战斗人员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有人力的优势 却没有可调之兵呢 那是因为普京从战争发起以来 他一直在俄罗斯国内 面临着一个法律难题 那就是既然他称入侵乌克兰 为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他派上战场的主要是合同兵 他不能够扩大规模去招募义务兵 因为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 义务兵是不能够出国作战的 可是现在的库尔斯克战役 就改变了这个状况 它就变成了在俄罗斯境内作战 而且合同兵也确实兵源不足 那么投入这种征召来的义务兵 就成为必要了 俄罗斯的兵役法 是要求18到27岁的男性公民 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但是义务兵的兵役期只有一年 那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义务兵普遍都是新兵弹子 都缺少经验 更加无法升任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岗位 那把这样的菜鸟新兵投入前线 那就是送死当炮灰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义务兵 基本上是在境内不同的地方轮流服役 但是现在库尔斯克前线吃紧 合同兵也不够了 那就只有征召新的义务兵 以及动员更多的预备役 那这些新兵就需要装备和训练 所以我估计这是目前 普京最需要习近平帮助的地方 我的估计是 只要这个征兵规模扩大了 它就可以让 现在接近退役的这部分义务兵 强制的转成合同兵 这样就延长了他们的服役期限 然后新兵又不断的招进来 过几个月新兵训练出来 就可以编制成更多的营 这样滚动一段时间 兵力就会大幅度增加了 而且是在不用修改兵役法的情况下 就达成扩军 如果中共满足了普京的要求 那就是在原额这件事情上 迈出了更加实质的一步 也会提早引爆中美之间的矛盾 本来呢在美国大选之前几个月 就是美国的对手们 会比较活跃的时期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去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呢 以及拜登哈里斯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那就只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会看到 三中全会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异常信号 它最后体现为实际效果的那个爆点呢 也许不一定先发生在中国国内 而是发生在国际关系上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好 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昨天星期四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有更新 谈的是北京名校毕业生被饿死这件事儿 这个悲剧故事的女主角 虽然遭遇很让人同情 但是呢她也是一个杠头性格 就咬死了考编制这一条路 就不去尝试别的就业 这种死也要死在通往编制道路上的情况 它其实呢 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所制造的人格缺陷 加上巨大的城乡差距 再加上地域歧视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当这个城市当中的体面就业机会也变得很少 进城打工不能够让农村学子改变命运以后 那么考编制真的就成了农村学子们 实现阶层跃升理想的唯一道路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故事还透露出了一个让小粉红们很心塞的真相 那就是中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社会 那这就和中国又怎么样超音赶美了 飞船上天了 中国式现代化呀 构成了强烈反差 怎么叫前现代社会呢 就是前现代社会有一个本质特点 那就是为个人抵御社会风险的堡垒 是家庭 你看啊 这个女孩都已经在大城市里面待了十年了 而她还在向农村的家人要钱 也就是说保障她安全的那个社会关系网 仍然是寄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六盘山深处的 是寄在农村家人身上的 而不是在她所处的这个大城市 大家细想一下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所以在这集会员节目当中 我们就尝试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名校毕业生被饿死的事件 那欢迎大家加入咱们文招.ca的会员 加入方式是您在浏览器的地址来输入文招.ca 进入主业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 不管您是我们的月度会员 半年度会员还是年度会员 都可以观看我们过去五年多积累的 好几百期会员专享节目 那么在文招.ca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周一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各位